在民国77年的时候 我本身是一个音乐老师 那我有感应就是我们家乡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容客家子弟兵 那就是有感于家乡的这些那么好的手工 手工慢慢的流传 于是我就想说找一个老师傅来传承 那有些人会问说那你学了要干嘛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本身就想要把 这项手工艺带去日本的 因为各位知道美容是一个美容油脂傘 日本是有日本伞 而且日本伞它的是结合它的异技 那美容伞是结合林怀明武道老师的一个舞剧 所以其实这两个是相提并论 那那个时候我最主要想说 这个伞我不能让它这样的流失 于是我就拜两位老师傅 一位是刘运钊刘老师傅 一位是林小红林老师傅 他这两位老师傅可以讲说是我从事文化工作 也是我们讲文化工作之前就是资产工人了 的最好的一个安然 因为他把他们毕生的心血的所有制作过程 完全毫不保留 没有私心全部的传授给我 那于是我觉得有这个责任 跟也有这个义务 要把这个美容油脂傘推广到 不要让他们地下觉得寒恨了 我想我的使命感 就是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那计划中也是以后等到有很多的 曾经奉献在这些长辈们 这些师傅们 我也期待着我个人不靠任何的一个力量 我们想最主要目标 我们想成立一个资产博物馆 我们也是为了要撑这个 就是撑住这个就是传承的两个字眼 所以在整个架构上 我们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文化 这个村内的内部 它是一个才多元的 唯独多元才能够说 留住我们这些传统的祭司 包括我们的美术老师 这些能够留住在这边 那留住在这边的动机是什么 图的就是说 第一个为了保存家乡的本土产业文化 那第二个希望说 这些专业的师傅老师们 能够获得一个保障 那有一个很足够 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甚至是工作环境 让他能够很专心的 投入在这个领域之中 所以 袁湘远资产文化村 从头到尾都是以资产为标榜 的真正原因就是这样 百年传译在线台湾 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